著名的網紅主持人 糯米先生 他說他想弄一漂移車 問我用什麼發動機好 我看網上都是吹得特別特別深 然後把兩鍋在說的 輕鬆過千匹什麼的 哪有發動機能輕鬆過千匹的 任何馬力數字的堆積 都是金錢為基礎 其實現在很多新的助力 鋼體的發動機 它的強度也一樣很強 比如說我身邊的這台LS7 LS它是一個發動機系列的平台 它是一個系列的名字 而並不是說某一款發動機叫LS LS追溯到早期 它是出現在60年代的一個系列的名稱 我之前在微博上發過 LS小鋼體發動機的介紹 那裡面寫的是很完整的 只不過那是第一部分 那個是大概兩年多以前寫的 第二步一直都沒有寫 因為我真的是沒時間 其實從我個人角度來說 我這麼多年一直很鍾愛V8 很鍾愛大排量發動機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大排量V8 或者是V10這些發動機 真的有很多那些直6直4 或者V6它沒有的一些優勢 首先排量 普世價值觀認為發動機排量大 它的功率一定是高的 原則上來說這樣是沒問題的 但是呢我想說明一點呢 發動機的起點取決於排量 它的起點決定高度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台大馬力的發動機 想要一台高性能的大馬力發動機 那一定要有排量作為基礎 否則你無限地去給它增壓 提高它的增壓值 這只不過是在極具縮短發動機的壽命 和喪失它的可靠性 全世界有那麼多大排量 V8 V10 V12 甚至V16或者是W16發動機 有很多大排量發動機 為什麼我一直鍾愛這個通用的LS呢 就這麼幾個原因 首先呢 LS它發動機的結構非常簡單 它零件很少 重量又很輕 散熱也好 同時呢它的發動機體積也非常的小 因為它的結構簡單 決定了它的體積小 其實對於LS發動機 或者美系的V8發動機呢 很多人存在一種誤解 就是美系發動機又大又重又笨 馬力還小 其實大家真的錯 對於LS或者是福特的小鋼體 或者是Modular發動機 在美國零件資源非常非常的豐富 非常非常多 你想要什麼都能找到 你想要什麼飛鏢規格的零件 幾乎都能找得到 或者是幾乎都能給你訂做出來 這個LS系列發動機在國外的應用 真的是非常非常廣泛 不管是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NHRA 專業的直線加速賽 不管它是Sock組還是ProSock組 或者是TopFu組別 都是這種發動機結構 其實都是從這個LS裡面發展出來的 然後包括美國玩的快艇 很多船機也都是直接用LS發動機 包括澳大利亞和美國一些跑沙漠的車 以及越野車 也都是在用這些發動機 因為這種發動機它的優勢實在是太多了 優點實在是太多 牛居大 響應快 然後發動機的效率高 燃效高 又不愛壞 機構又簡單 零件又多 又便宜 好像它天生就是為了改裝而生的一台發動機 剛才咱們說了一下這個LS 這系列發動機在國外的應用 然後咱們再說說國內的情況 其實在國內玩LS 或者美系V8的成本還是比較高的 畢竟首先買 你購買這發動機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要么就是拆車架 要么就是自己從國外進口 中間運輸的成本和曝光成本還是高的 而且手續是很麻煩的 再加上零件的資源 你需要點什麼東西都要從美國快遞回來 所以說在國內的玩LS的條件 還是受到一定局限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真的要做個賽車 然後做一個穩定可靠的大馬力的賽車 其實用大馬力的發動機 它的優勢還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對於Go Day系列 咱們完全沒有必要去神化它 更沒有必要去迷信它 OK 結束 等等 我們現在這裡有個網友提問 他說作為一個JDM的信仰者 他聽說日本組裝引擎都是在一個低溫情況下組裝起來的 這樣會對發動機比較好 是不是真的呀 笑什麼笑 我不能罵人 對吧 但是我想說的是這種說法有點扯 工業生產和機械方面有常識的人 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的認知 就是我們工業有一個標準溫度 工業標準溫度是什麼 是設施20-22度 所有的機械零件都是在環境溫度下組裝加工的 那些所謂什麼低溫組裝或者低溫裝配 可能對於某些零部件是需要這樣做的 但是對於發動機組裝整機組裝來說是不可能的 那你有沒有遇到過就是低溫裝個發動機 然後到了夏天就出現什麼問題 這種問題這種錯誤我們以前犯過 怎麼說當時算是偷懶了吧 有一年冬天我們組裝了一台V8 當時我們配的瓦子 油膜間隙是2.5克斯的瓦子間隙 天暖和之後準備裝車試車 然後發現曲軸轉不動 然後要費很大勁才能把曲軸轉動 後來把發動機完全拆解開 然後又測量了一下瓦子間隙 就比冬天裝配的時候要小了很多 弄了半天作為一個大神 你也犯過這種錯誤 那個當時我們那個組裝間是有暖氣的 但是就是泛懶暖氣沒開 然後就直接把發動機給裝起來 是泛懶不是節約店作為老闆 店其實 行吧 下一個問題 我這還有一個人問 他说爷我是一個小白 我想問一下馬力和扭矩 哪個更重要一點 簡單來說就是扭矩乘以專速就是馬力 這種簡單的數學邏輯關係的話 你覺得哪個重要呢 那就是扭矩比較牛逼了 不能說扭矩比較牛逼 是扭矩大小決定了馬力大小 當然如果說你這發動機扭矩六百 對吧但是只有兩千轉 那你馬力也上不去 對不對 好好好 謝謝 謝謝爺 不客氣 謝謝網紅